大家好 我是phd 微道 还想希望得到一个十万粉丝的牌子 希望大家能够去多多的关注 那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沉重引导的话题 这个话题叫做 为什么我观察到的小粉红和反贼呢过得都不太好 做一个这样的内容 那么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讲什么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就说一个人呢 他有说话的这样一个权利 那这个叫做言论自由 所以说呢 我给你讲的很多视频呢 其实呢 实际上呢 也在体现我的言论自由 对吧 我给你讲讲就是说啊 我来讲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那不美国呢 到底是好呢 还是不好呢 都给你们去讲的清楚一点 对吧 希望大家能够多去了解一些知识 对吧 我说呢 正能量呢 只能让我给大家讲 讲正能量呢 其实呢 没什么卵用啊 因为正能量这个事呢 第一 他没有什么信息量 第二呢 他就是一个陈词滥调 对吧 那正能量这个东西呢 拆GPT就可以生成 一生成生成好几万字 好几十万字的正能量啊 没什么用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的 他有一个什么负能量的东西 那么这个话呢 就是在BBC外面贴的一句话 对吧 那这个话呢 就刻在这个墙上的一句话 这个呢 是来自于皇室丑闻验子中的一段 对吧 给大家截了个图 对吧 这个自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你有权力说出人不想听的话 这句话呢 是用乔治奥威尔的一句名言 那乔治奥威尔是个什么人呢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他写两本书 一本书呢 叫做《动物庄园》 一本书呢 叫《1684》 这本书呢 都特别的薄啊 就是这本书 基本上你一个晚上就能看完 是吧 这很很快就能看完 这本书 这本书看完以后那个感触呢 会很深 所以说我建议呢 去把这本书呢 读一下 是吧 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大概就是两天就能看完 非常短啊 不是很长 好 那我跟你讲啊 就是说啊 就说啊 我们去一个餐厅吃饭 对吧 我们这个餐厅呢 有很多好吃的食物 是吧 那我看到很多好吃的食物呢 可能我呢 不会去这个发一个朋友圈 或者发一个instagram 是吧 那是好吃的食物 我可能去吃了好几十次 我可能才在谷歌的评价上给他写一下 说哦 这个餐厅呢 吃的东西呢 还挺好吃的 挺不错的 好 但是如果我在这个餐厅里吃了 吃出一个苍蝇来 我跟你讲 我就立刻到googlegoogle那个map上给他给他一个差评 对吧 说这个餐厅呢 怎么吃出一个苍蝇来 那这个餐厅吃的不好 所以说呢 我们对于好啊和坏呢 他是有自己的一个啊 有一个预知的 好这个东西呢 要非常的好 我们才会说他好 对吧 坏这个东西呢 非常的坏 我们才会说不用非常坏 就是只要有一点坏 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坏的 所以说呢 我给你介绍美国呢 有好有坏 对吧 那你自己呢 去分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适不适合你 是吧 这就是我我想给你提到的这样一个啊 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 不管是美国 还有全世界 对吧 我们可以说 欧洲 这个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好的 我说呢 今天说这个小本红和这个我们说的反击呢 都是比较极端的那种 就是比较疯狂的那种 他不是那种正常的 对吧 就是一个人 对吧 他平时也不跟你聊什么政治 然后只有你激励 激起他来 他给你聊些政治啊 这种呢 不算 这种呢 不算数 我说的是那种比较极端的 对吧 就每天呢 看这种视频呢 对吧 盼着各种各样的事发生的 就是就是简直就是政治已经成为他的生活的百分之百了 那这种人呢 我觉得就很危险 对吧 这种人呢 也有点问题 他的生活呢 也不太好 首先一个给大家说的事呢 就是第一件 就是社会呢 它不是非黑即白的 这社会呢 它中间有很多的灰度 对吧 那不是说就是黑的 要么就是白的 所以说呢 不要就是把这个世界看的太过于太过于简单 这个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呢 我们呢 作为一个人呢 少看一些政治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用 因为呢 就算你有投 你有选举 你有选举权又怎么样呢 其实你的编辑收益的非常少 我之前给大家分析过sharp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吧 你其实呢 实际上你根本就决定不了什么东西 你这个选票呢 其实说吧 你的一个红区投票呢 你就是跟着红区走了 你就跟着蓝区投票呢 你就跟着蓝区投 你的编辑收益呢 很少 你其实去投票呢 其实用处呢 也不是特别大 当然不是说鼓励大家不去投票或者去投票 你说你投票还是不投票 不要说因为受到我影响 我告诉你投票还是不投票 投给谁 对吧 我没有跟你说过任何这样的话 我只是说说你去客观的分析一下 投票这件事对于你的编辑收益是什么样的 对吧 那么你投不投票呢 取决于你自己 对吧 你愿意怎么样 你这是怎么样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给你做出任何的建议 我只是跟你分析一下 就说其实投票这个事呢 这个意义呢 可能不是特别大 然后呢 美国很多人呢 他不投票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他对政治都看淡了 对吧 两个党派呢 整天到晚就在那里争 争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呢 也没有什么人给出一个事实上的承诺 是吧 那可能这个 那你说为什么川普这个之前会这么火爆呢 那就是因为他给的很多承诺呢 都实现了 是吧 然后呢 这些选民呢 一看他实现了 就很狂热 就是这个样子 那第三件事呢 就是大家呢 其实都是用缴投票 那不管你有个选票还是没有选票 对吧 其实大家最后呢 都是用缴投票 那比如说欧洲人 他可以选举 对吧 那可以选举 那最后很多游欧洲人还在往美国跑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他其实发现的选举呢 这件事呢 对他呢 改变政治呢 这件事呢 他也改变不了什么东西 他呢 他那一票呢 微不足道 对吧 或者说呢 这个社会呢 是极左呢 还是极右呢 在欧洲现在好像就没有中间派了 大家都是极左极右 都比较疯狂 是吧 这个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去改变 这个事呢 他也改变不了 所以大家呢 都是啊 一个地儿不行了 就跑 是吧 比如说底特律呢 他破产了 崩溃了 这个城市崩溃了 所有人都跑了 那些房子都一美元的房子 或者怎么样 他爱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没有人接那个盘 对吧 大家就都跑了 跑了 就跑了 然后就没有人后了 大家都是用脚投票 那美国的话也是这样的 那那个加州的人觉得加州不行 就跑德州去 德州人觉得德州不行 就跑加州去 大家都是这样 但是我好像听说只有从加州跑德州的 从德州往加州跑的好像不多 是吧 大家都是都是从那个烂地儿往好地儿跑 大家都是用脚投票 所以说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对于政治呢 有那么极端的狂者呢 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第一次件事呢 就是原教旨主义的结果呢 其实都不太好 是吧 就是原教旨主义者呢 就是他相续相信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东西 而原教旨主义者呢 就是他相续相信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东西 特别去了解他信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要不是特别了解他信的东西是什么 很多东西都有黑历史 对吧 那你了解那么多黑历史之后呢 原教旨主义者呢 他也不会那么原教旨 当然他就会更坚清则明一点 对吧 他就会更去了解更多的知识一点 就不会那么极端 那么疯狂 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呢 都是大家不爱听的那种 说白了都是不爱听那种 点彩率都很高的那种 是吧 但我还想给大家去讲一讲 就说呢 我觉得你来到美国 对吧 你了解 你了解一个社会 你就要去深入的了解 对吧 你不能说因为一些什么原因去去了解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有的人想问我说我的看法 是怎么样的 我不讲我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跟你讲这个 对吧 有一个人说在美国挣3000 不如在国内挣2000 对吧 那你看他他他这话这么说的 对吧 但你看他人在哪呢 对吧 他人在哪呢 就代表他的这个观点是在哪 对吧 但是如果他 你看他他他他这个话说的和他这个所在的位置 他不能成一个比例关系 那么就说明他的这个身体更诚实一点 然后这个到底我是一个什么看法呢 你就自己去讲 第一个件事呢 给大家讲 不在美国呢 你最容易和别人去绝交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跟别人去聊很多政治 美国人其实是非常讨厌政治的 美国人一般情况下在聚会上什么地方都是尽聊政治 他们一般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idea啊 就是说不了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不聊政治的 因为聊政治的一般就意味着打起来 对吧 就会就会打打架 所以大家呢 一般呢 在聚会的时候呢 就聊着吃喝玩乐 在美国呢 就尤其是这样吧 吃喝玩乐 还有最近发生的什么好玩的事项 对吧 你做的什么牛逼的项目 是大家都做的这样的一件事 因为美国人呢 是很少聊政治的 一般会聊 比如说美国人最喜欢聊的什么呢 就比如说今天打折了 对吧 什么饭好吃 大家都聊这种问题 是吧 哪去哪开了个新店 怎么玩 因为美国这边呢 玩的很少 大家都喜欢怎么去玩 怎么打车便宜 是吧 大家都聊了这种问题 然后要么就聊一些有的没的 就聊些八卦内容 对吧 这也是美国人喜欢聊的内容 好 那么今天就来讲讲 就算呢 我们先讲了欧洲 欧洲呢 最近的情况呢 好像不太好 对吧 所以欧洲很多人呢都移民了 就往美国跑啊 加拿大的情况也不太好 加拿大人呢 也在往美国跑 因为加拿大的这个生活成本呢 现在非常的高 是吧 所以说很多人都往美国跑 所以大家呢 其实最后呢 你说有选票和没选票呢 结果呢 都是用脚投票 大家呢 都是 对吧 就是身体是诚实的 身体呢 往哪跑 他就往哪跑 是吧 那投票呢 其实就没什么用 大家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呢 你要是那么极端的话呢 其实也没什么用 对吧 我觉得呢 在国内的很多人呢 他很容易极端 要么是极端的小粉红 要么是极端的反贼 对吧 他就很极端 人容易很极端 其实到了美国来以后呢 你接触了更多的多元文化之后呢 你就发现你自己的极端那个程度呢 被洗掉了很多 就没有那么极端了 不像以前那么极端 加上国内的很多宣传呢 就是说呢 他有正向宣传 有反向宣传 对吧 有的人说美国特别好 对吧 什么医疗免费什么什么的 那种话 你想一想 都口屁不通的话 对吧 那种话你也能信 是吧 你想想 你在国内看病 那些医生挣的比在美国挣的肯定要少多了 对吧 美国的医生那个贵不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那都是一个离谱的值 对吧 那你美国怎么可能会这个看病那么便宜呢 那肯定不是真持的 对吧 那美国看病那么便宜的话 那美国的医生情统早崩溃了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所以说呢 什么东西呢 信还是不信呢 你还是要去和你自己实际的这样一个社会的观察 你去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你要是没有一个足够的判断 对吧 你这个心中就老是想那种理想国的那种东西 那这个生活就不会很好 只不过说给大家讲这件事情 对吧 那另外的事情呢 你就自己去想 对吧 另外一个方向我就不说了 那方向说的话呢 这个视频就发不出来了 好 那我觉得你要是真的想去了解美国的话呢 你就去看看关于美国的书 对吧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很极端的这样的人呢 他呢 实际上呢 对于他自己所想想象的这个东西呢 他是停留在幻想的层面 他呢 没有去真正去了解过 对吧 那我觉得 你可以去看一看 比如说托克威尔以前讲过 论美国的民主 对吧 论美国的民主呢 这个书是科学出版社啊 这个书肯定是可以买到的 那科学出版社出的东西 你怎么会买不到呢 对吧 那就是在国内的啊 在国内的啊 这群员出版社也是 反正也是国内的出版社 应该是能买到的 对吧 那你去读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呢 是托克威尔在18几几年写的 那个时候呢 美国呢 是有些条件的 所以托克威尔呢 是列举了美国的一些条件 就是诚诚的现在的民主呢 是这样一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是什么 他是个法国人跑到 美国去 然后这本书呢 后来就是这本书呢 也算是法国大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助推者啊 所以讲了讲美国的民主是怎么样 那这个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啊 东西 有很多很多的原理 对吧 那这个现在这些东西呢 到今天为止还适不适用呢 你就要去观察一下美国的社会 对吧 比如说以前说的美国人呢 很崇尚自由 对吧 有尚无精神 那这个呢 可能现在还有一些 那还有呢 就是说美国有很多土地 对吧 今天呢 其实好像已经不一样 对吧 今天的话呢 这个土地呢 好像已经没有了 是吧 很多土地呢 都已经有主人了 不像以前西部大开发 对吧 我去个地方圈一块地 那个地方 我只能保卫下来就是我的 那今天呢 这个情况呢 已经发生一些变化 是吧 你去分析一下 这个东西还有没有存在的 对吧 这样一个事情 那它存在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呢 是吧 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杀鲁文化 这个书呢 讲的就是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是怎么回事的 这个书呢 我觉得也可以去好好读一读 这本书呢 也很有意思 那这本书呢 叫做甲骨文系列 那这本书还有一本书呢 叫哈布斯堡的线路 那本书呢 你可以读一读 这两本书呢 这本书呢 这本书呢 特别的无聊 这本书呢 其实也特别的无聊 是吧 你这本书 这本书呢 能啃下的话呢 肯定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那这本书呢 我其实都读过 对吧 那除了这以外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系列 什么花 金券花王朝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威尼斯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 所以你可以去读一读 我觉得呢 多读一读书呢 肯定是一件好事 他呢 不管你对于做什么事呢 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本书呢 国内肯定也是能买到的 OK 那么呢 我们接下来讲讲 就说呢 很多的这样的 我跟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极端主义者 还有就是我们说原教制主义者 他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他们自己做的东西是什么 比如说区块链 区块链大师呢 对吧 你问他sh256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区块链大师呢 根本就答不出sh256是什么 那我靠 那你 那你 那你你作为一个什么比特币大师 区块链大师 你的sh256都不知道 对吧 你的比特币的挖空算法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跟你讲说 我是区块链之王 我是区块链之神 我炒币挣了3000万 这这这这这这都哪哪挨哪的事啊 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要是去了解一 你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厉害的人 对吧 你要去问问他 到底他懂不懂这些东西 那之前财静呢 做过一期这样的视频 对吧 就讲过就说 啊 法国的这样的圣战分子 还有就是欧洲的圣战分子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去看一看 现在这个呢 你播放量呢还是很高的 那么他就讲了 就说这些圣战分子 比如说这个呢 就是一个叫哈耶图的圣战分子 然后他之前呢 就就去带领圣战 但是后来他呢 这个怎么说呢 他这个 啊 龟 就是 但他后来呢 走出极端了 是吧 他走出极端之后呢 就和财财静呢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访谈节目 对吧 就聊一聊 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很多的圣战分子呢 或者说他的这样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分子呢 他实际上呢 他是不怎么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个经文的内容的 他就是倾信了一些话 对吧 那这些话呢 有时候呢 是很极端的 因为他如果要是去把这本整本书都看了的话呢 他可能就没有那么极端了 他是把这个书里面呢 因为他有地方有前因有后果 对吧 那你前因和后果呢 你都要去了解 如果你要是不能把前因和后果都去了解到的话呢 那么你怎么能够去比较有效的去认识到这样一个书的这个讲的什么内容呢 你就会信到他比如某一段 对吧 那一段切下来 那一段就很极端 那你就会很极端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你要看一个什么东西 看一个书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书整个都看一遍 对吧 你要去看一个社会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社会方面都看一下 了解一下前因 了解一下后果 对吧 如果你要前因后果都不了解的话呢 那你对于这个社会的了解呢 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偏差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呢 偏差的一定要去消除 那比如说呢 在圣经之中呢 就是有这么一句话 对吧 这是创始记忆之中的话 对吧 神说呢 说要管理海底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 这是第一句话啊 说人的目的是要什么呢 对于这个 这个这各种各样的动物呢 人是要去管理 对吧 那第二句话呢 说 说我将面地上一切结种子的 果树和一切树上所结有盒子的果子 全赐给你们作为食物 但是他没有说这些动物是你们的食物 这些工动物是你们需要去管理的 对吧 没有说把这个作为你们的食物 那么呢 就很多基督徒呢 他就是素食主义者 他只是素 为什么呢 因为在圣经里面的旧约里面说这么句话 对吧 人呢 只吃什么呢 吃结种子的菜树和一切树上有盒的果子 所以一个果子他有没有盒 他也不吃 对吧 一个菜树呢 他不结种子呢 他也不吃 所以我觉得这样呢 就有点太过于字面上去了解 去去理解这个经文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因为人呢 只吃这个这个蔬菜的话呢 对吧 那有时候他就不能获取到一些营养物质 那比如说维生素D还是什么东西 它又获取不了 那你获取不了的话呢 你的身体呢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呢 他们现在这句话 对吧 所以说什么鱼肝油之类的 他们也不会吃 因为鱼肝油呢 也是有鱼制成的 对吧 所以他们呢 就完全不吃什么维生素D啊之类的 那他们呢 长期以来的身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觉得有时候理解一些东西的时候呢 不能去理解太过于片面 太过于疯狂 那么呢 我们还说呢 就说呢 其实圣经里还有很多别的话 比如说在这个历位纪和生命纪中呢 就讲 说猪呢 是一种不干净的动物 因为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嘛 所以说我觉得啊 跟你们去讲一讲这个呢 是比较好的 就是了解一下 是吧 就是基督 基督教这样的一个文化 因为这是美国的一个啊 立国的根本 对吧 美国人最开始的时候 新教徒都是信基督教的 是吧 所以说呢 他们才会有一个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 今天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呢 跟基督教呢 和这个圣经呢 是分不开关系的 所以给你们讲一讲这个 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 那猪呢 被列为一个不提醒的动物 啊 其实圣经的旧约呢 在很多的叫经教派里面呢 应该都是用的 就说呢 我记得好像这个穆斯林的话 也是也是使用旧约的一部分 就是他们好像也是啊 就很大一部分是一样的 后面在中间呢 分叉了 然后呢 这个犹太教呢 还有这个东正教呢 其实也是圣经中的一部分 然后呢 基督教呢 应该是信新约 所以说呢 他在后面有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呢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宗教呢 他都是把诸位列为一个不洁净的动物 所以不吃猪肉 是吧 但是呢 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吃猪肉 那就是有的基督徒呢 他不吃猪肉 他有的人呢 他就吃猪肉 对吧 那这个就不太好说 对吧 所以说呢 你看呢 上面说呢 比如说以前那时候呢 给使徒保罗的信中呢 就说 说允许吃所有的走兽 飞禽和跑 是吧 有些东西呢 就这个呃 有些东西呢 大家就不吃 是吧 大家就做这样一个事 那还有呢 就是说基督徒呢 他不吃 比如说这个鱼类 比如说吃鱼类呢 就吃有林的鱼类 对吧 没有鱼类 没有鱼类和没有棋的鱼类呢 是不吃的 比如鱿鱼 对吧 鱿鱼就没有鱼类 没有鱼类 杀鱼 鳄鱼也没有鱼类 没有鱼类 对吧 大家就这些基督徒呢 就不吃 但是我觉得这样呢 有时候也是理解的过于片面了 对吧 那就这样有时候会产生一些额外的问题 那还有比如说呢 这个这个呃 基督徒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说呢 这个圣经里面说 说这个啊 这个血呢 是活物的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说呢 血里有生命 对吧 所以讲了这么这句话之后呢 有一个教派呢 叫耶和华见证人呢 他们就不接受任何的血液制品 所以说如果他们要出车祸了 对吧 那个因为没缺血 快要去世了 那么他们呢 也没办法去接受血液的输血这样的治疗 那有的人就死了 对吧 只要有医生呢 就就看说 就是说 我的我的病人 我就要治他 我就要救他 于是呢 给他输血 之后这个医生还被判了 是吧 还还那个被调销到行医罪恶症 因为呢 他呢 要去尊重 首先第一件事要尊重他的信仰 尊重他信仰 才能尊重他的生命 是吧 他的信仰都没了 他的生命也没了 所以说这个呢 怎么说呢 也有点扯吧 但是呢 他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很多基督徒呢 他是不吃鸭血的 对吧 不吃任何的血液制品的 不也不接受输血 是吧 这个就是 我觉得累积呢 就有点过于字面上的这样一个意义 这有点问题 这个呢 这句话呢 可能 当时来自于呢 就是说 当时的血 当时的血液制品呢 消毒都不是很干净 所以吃了以后呢 可能会有些问题 所以就传生这么一句话 但也不一定是这样啊 就是说 圣经中的话呢 其实你在今天去理解呢 你是理解不了的 因为那个话呢 是在当时那个实境上面出现的 那么呢 是怎么办法呢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有一波人叫阿米什 那个阿米什呢 他就去信这个旧约 他只信旧约 他不信新约 然后他们就觉得呢 就说 人类呢 为什么就被神所眷顾呢 是因为人类呢 没有去 就是人类在旧约那个生活状态下 才会被神所眷顾 对吧 你看到新约之后呢 没有这个圣经 没有写现代的事情 没有写二十世纪发生了什么 二十一世纪发生了什么 到后面就启示录就毁灭了 是吧 就没有后面的事了 那这个当然启示录还没发生啊 以后会发生 但是他后面没有后面的事 没有写二十一世纪 没有写发明电脑 没有写发明电脑了 没有写神经网络 应该怎么遵循神的指导 对吧 他没有写这个 那么觉得呢 就是因为人呢 这个人呢 就应该就说去遵循旧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阿密是呢 他就不使用电灯 使用电视 不使用电脑 什么都没有 就是啊 生活中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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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二十个世纪之前的生活方式 是吧 所以你去宾夕巴雷亚州呢 你还能看到他们那个GGD 然后他们还有介绍 对吧 还有人去带你去看看他们是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啊 所以他们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呃 所有的穿衣啊 之类的东西都有一个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你去那个呃 youtube 上有个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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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歌曲 叫阿密是paradise 你可以去听一下那个歌曲 对吧 你们就讲了他们那个故事 叫阿密是paradise 阿密是就是amish 就是阿密是人 然后paradise 就是天堂的意思 叫阿密是paradise 那个那个歌应该是从另外一首歌曲改编管 那一首歌曲呢 也是叫什么paradise 我忘了叫什么paradise 但是也是一首歌 叫改名叫阿密是paradise 然后就是阿密是的生活方式 当然是有点嘲笑意味的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个我觉得呢 就是说耶稣就是这个新约呢 就是说这个基督教呢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基督教呢 他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他比别的教派多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这个概念就叫爱 这个概念呢 就说比如说耶稣就说呢 说你要爱你的敌人 对吧 你爱你的敌人的话呢 那你就说你连敌人都爱了 那你就什么都爱了 所以基督教这个概念最好的地方呢 在于他他是有爱的 那你一个社会他只有有爱 对吧 他他只有有爱这个社会呢 才能够 就说大家的生活的才能够比较好一点 是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呢 就算大家过得再苦吧 那有爱 它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 所以我觉得 最近是我觉得呢 基督徒呢 就是有的时候呢 他们也是有一些可敬的地方 这就是因为他们那个爱的这样一个观点 这个爱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 对吧 那在很多的章节里面都讲 马太福音呢 路加福音呢 都讲了这爱的这样一件事 对吧 要爱你们的仇敌 要善待恨你们的人 那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这个其实在后面的很多电影呢 电视剧呢 其实还有文学作品中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达 对吧 其实他们呢 就怎么说呢 都是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圣经的影响 那我们讲完圣经了 给大家讲一讲 他说呢 一个人呢 他了解东西越多呢 他呢 这个对社会的这个偏见呢 对于社会的认识呢 就越全面 对于社会的偏见呢 就越少 对不对 你看呢 这个呢 就是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啊 就是这这这这 gpt3的一个paper 对吧 那这个paper理想呢 就是gpt3呢 随着这个模型呢 越来越大 对吧 随着gpt3这个模型越来越大 你看 他对于一些人种的偏见呢 就会越来越小 对吧 那最后的时候呢 你看他这个大小变成175个billion的时候呢 他对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人种的这样一个偏见呢 对于人种的这样一个描述呢 就更趋近一种啊 正常的状态 你看他对于黑人呢 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意见 对吧 那对于白人呢 有一个更公正的看待 对于各种各样的族裔呢 他有一个更公正的啊 这样一个看待 所以我觉得呢 当我们的这个模型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人的接触的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平和一点 对吧 不要那么极端 像国内呢 你收到的信息呢 就两种 对吧 一种呢 是都是很极端的信息 那么你到了美国来以后呢 我觉得你应该去好好调整一下 你自己调整一下 对吧 然后呢 不要每天那么多时间去关心这些政治 其实有时候你发现政治呢 这个事情呢 他就是一种博弈 其实呢 我觉得关心那么多呢 其实用处呢 也没有那么大 是吧 然后把那个花坛都给撞了 然后撞完了之后呢 然后呢 就说警察当时去逮捕他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然后呢 呃 当时在这个逮捕他的时候呢 那个有几个警察 对吧 就在那个body camera里 就是body camera 就是警察身上会带一个那个执法纪录仪嘛 那纪录仪就说 哎呀 我们要失业了 我们要失业了 是吧 这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这么个人啊 这是民主党的一个 一个市长 一个迈尔 一个市长 那个 你看民主党的这个市长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所有报道他的这个负面新闻呢 全部都是共和党的媒体 是吧 全部都是这种右派 就也不是说共和党 民主党吧 就他都是 就是左派的人物被逮了以后 都是右派的媒体报道他 一个我跟你说 你可以去搜这个视频 一个左派的媒体都没有 全部都是focusnews在报道 就是一个左派媒体都没有 美国左派媒体是非常多的啊 这个肯定 这个绝对 这个绝绝对对不是一个就是说 我想象出来的一件事 美国左派媒体和中立媒体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看最左的媒体 比如说cn 对吧 这我们只是看大媒体啊 你看这个左派和右派 他们的阵营 其实实际上是很明确的 并且呢 这左派和右派呢 他们实际上呢 就是说力量是非常非常全数的 对吧 比如说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cn 大媒体 国际大媒体 是不是 还有什么大媒体呢 这个msnbc大媒体 是吧 什么纽约时报大媒体 然后呢vox大媒体 对吧 还有什么这个美联社大媒体 布隆布尔大媒体 cbs大媒体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经济学人 对吧 卫报 然后底下是nbcnbc也是大媒体 然后底下是纽约时报 对吧 npr大媒体 然后跑得提口 这个政治学人也是大媒体啊 times杂志 雅虎 雅虎大媒体 对吧 这个washington post 对吧 就是华盛顿时报大媒体 然后中间呢 还有什么美联社 对吧 bbc 然后npr 路透社 然后呢 各种各样的都是大媒体 是吧 就全部都是啊这个这个 usd today usd today 也是一个大媒体 然后这个叫华尔街日报也是大媒体 那这些呢 都是大媒体 所以你看发现的美国大媒体呢 基本上都处在这个左派和中间派 然后呢 这个只有右派的媒体呢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focus news 可能还有点名气 别的媒体呢 我能听都没听说过 可能new york post 还听说过那么一两次 但是听说的也不怎么多 但是呢 说白了美国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啊 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呢 基本上都是被左派所掌控的 所以说呢 如果一个人他要是只被右派的 你说 你说这这一个人 对吧 他是他是个左派的人物 然后呢 他呢 就左派媒体一个都不报道 你说这么多这么多媒体里面 对不对 他妈只有一个focus news 报道 你说这个事邪门不邪门 对吧 你就只有这么一个媒体报道 这么这么这么多大媒体都视而不见 是不是 就怎么可能发生这个事呢 这肯定不是抛硬币抛出来的 这肯定是突发的有点什么事情发生啊 所以说这个人呢 没报道 就只有focus news 你可以自己搜 你自己去youtube上搜索这个事大不大 这个是怎么样 只有当地的媒体 还有就是focus news 报道 这就是美国发生的事情 你说这个政治黑不黑暗呢 那你自己去评价一下嘛 是吧 那这个人呢 我当时看到他当时已经卸任了Fort of Wayne的这个市长 他为什么卸任了Fort of Wayne的这个市长呢 是因为他2024年3月28号鬼屁了 是吧 2024年3月28号他死了 他才卸任了这个市长 是吧 他完全没有因为 他完全没有因为他这个罪假事件产生任何的这个影响 对于他的这个认知 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 对吧 他到了他到了这个2024年之后呢 他去世了 对吧 在2022年10月8号发生了这个事情 对吧 啥事都没有 这样当他的市长 对吧 他市长什么事都没有 好了 他最后呢 因为胃癌去世了 晚期胃癌去世了 他年72岁 我不知道是不是遭了报应 反正就是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呢 这个这事 这个市长才卸任 你说这个黑不黑暗呢 你自己去评价 好吧 还有一个事 这个是最近发生的2024年4月30号发生的 在纽约州 纽约州警察官抄诉 对吧 把那个后面追下警察直接甩了 直接往自己家开 开进去了之后呢 然后那个啊 当时就就跟他说 我是你的boss 对吧 我是你的上 大概就大概说了这些那种啊 说什么你也会起诉我自己吗 我要现在要联系警察局长 然后我认识市长各种各样的话 就类似于这样的话 说了一大堆啊 说这 然后呢 你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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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他也是道了个歉 但这道歉呢 就是个战术道歉 对吧 我觉得就是个战术道歉 然后最后来一个罚酒三杯 对吧 这个啊 给你给你说说啊 必须坚持什么正正正正确价值观什么尊重之类的啊 我觉得最后呢 可能也他妈没有什么尊重 最后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本来这个事呢 你看他一旦说出什么要要什么严查这些东西 一说出这些东西啊 公众的这个怨气一消 大家一散 那后面发生什么事 谁他妈知道发生什么事 谁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事 比如说当时有很多枪击案 对吧 警察枪击的这个无辜民众 枪击完之后呢 那个警察呢 可能被开除了 换了个警察局继续让警察 所以说呢 很多事呢 我觉得也不好说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看什么事呢 要公正一点 比如说呢 在美国呢 你遇到一些纠纷的话呢 你就不要牵扯到其中 最好离这个事远点 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避免你自己出现一个问题的概率 是吧 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嘛 还有三杯 如果是都没有请这个随身纪录仪纪录经过的话 我觉得他连道歉都不会道歉 是吧 他就是这样 然后他最后再给他给你讲点 讲点原因 说什么 丈夫因为医疗的问题与三起凶杀案积聚的很多压力 然后呢说 把这压力陷入到一个警官身上 那不是可以推卸责任吗 对吧 你哪有什么 什么 别给我讲什么 什么压力之类的东西 你就是在利用你的权利 对吧 给你自己以权谋私 这哪有哪有那么多废话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 作识或什么作识 造成不难的示范 给你讲这一堆屁话 讲完屁话之后 照样干着他的市长 照样干着他的检察官 对吧 这就是 这就是政治 政治的就是这样的 那一个政治事件就是这样 比如说以很多那种油管上那种说书的 像那油管上那种那种听床师 对吧 给你讲一堆 这个他他这个编出来的新闻 他呢 这个很多人啊 就关注他了 关注他以后过两天 这个事证实了 不是那么回事 对吧 他胡说八道的 怎么办 他就再编一个新的消息出来 继续把这都往下一压 把之前那个质疑他的声音 那些人啊 直接一拉黑 完事了 不是大家经常干的事吗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政治这个事呢 也管不了 对吧 你对于这个事的参与度呢 其实也没那么高 都选票是怎么样 你选票你说那些议员就怕你吧 怕你个屁啊 你就是用脚投票 大家现在都是这样 是吧 我觉得很多事呢 他就是现在这样 这样呢 对于社会的公益呢 它没有什么好处 它就是没有什么好处 比如说呢 美国公寓呢 不退押金 这个事经常发生 对吧 这是房租 房东不退押金 房东不退押金 这个事有可能 但是公寓不退押金 这个事经常发生 是吧 那怎么办 你小额法庭是告他嘛 你到小额法庭上可以去告他 但是你告他的话呢 你一耽误 耽误半年 耽误一年的时间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耽误呢 是吧 你折腾来折腾去 等了半天 整了两年 对坏一千块钱 是吧 你想你年薪二十万的一个人 对吧 你用不去告他呢 很多人就不 这样的话呢 社会公益呢 就无法得到一个正确的执行 但是呢 办法 大家都很累 都很忙 对吧 今天我去了一个公司 明天我去了那个公司 对吧 我去租了个公寓 他少错过一千块钱 就少错一千块钱了 很多人呢 就这么着 就过去了 那这样对社会公益呢 肯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但是呢 他也就 他也是那样 因为大家没有那么多的 没有那么多心思去找他的麻烦 你跟他去打官司 他呢 后面自带一个律师团队 来带一个税 再带一个那个 再带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对吧 你跟他打这 打这种官司呢 挣上来 挣上去 最后还不一定能赔到钱 对吧 大家可能就都不打官司 啊 就跟美国的 其实美国 你说 你说美国的这个这个社会系统 他就不欺然怕硬吧 其实好像也是这样 那IIS 美国国税局 查税经济线 查穷人 查那些中产 对吧 他也不查富人 为什么呢 你查一个富人 这个富人 他自带一个律师事务所 再加上一个税 税务楼 对吧 这个这个会计楼 对吧 你跟这两个东西打 打了半天 最后也 你捞不出几个钱来 耽误了一年的时间 去查这么一个人的税 然后呢 你查个中产 对吧 中产 美国的税务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离谱 那个那个表格 你根本看不懂他写的什么东西 什么1043B 什么1042A 1042A-S-52-第71个条款 对吧 都搞了这种东西 这都是他把什么东西 这税表你自己根本挺不明白 所以很多中产的 他根本就挺不明白 自己的税表 对吧 填完了以后呢 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错误 那有各种各样的错误 那得罚他也一罚一个准 而且中产呢 他也愿意稀释能人 他也不愿意去告你 就觉得 哎呀 这点事就罚了个500块钱 500块钱 500块钱了 500块钱很快就挣坏了 我关心他干什么 所以说呢 他查一万个富 他查一个富豪 对吧 花上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时间 他可以查1000个中产 对吧 这1000个中产 每个人都交500块钱 他这个业绩就来了 所以说呢 他都不愿意去查那富豪 说这个社会工艺 他他做到了吗 没有 他富豪逃税的 我觉得一年也不少 对吧 但是呢 他也没查 是吧 这就是这个现在的一个情况 对吧 大家呢 不会去为了一点小钱折腾 公寓呢 也看重了你这么一点 就是大家不会为了一点小钱去折腾 所以500块钱押金呢 给你整了 就给你整了 对吧 给你找点理由 说什么 我们要把这个公寓修缮一下呀 然后你这个房子不干净啊 什么的 你也没话说 对吧 你说你让你给我提供小票啊 他给你提供 他每个月他妈都有清洁 他每个月都有清洁 他给你提供小票 下边也不一定写多少 他给一个什么清洁公司清洁 完了 就没有然后了 我们以前这样就有一个人 对吧 他和他的邻居都是同一个学校都认识 对吧 然后他那个公寓说 说他要给那个公寓换地毯 对吧 换地毯说 你的押金就不退了 因为地毯的这个费用比押金高 然后对面那个人也是 也是他的朋友 盯着 到底这个公寓有没有给他换地毯呢 做法也没有给他换地毯 是吧 然后钱也照样扣了 那最后呢 不得了之了 所以美国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大家都不会为了点小钱折腾 不得了之的事情还有很多 比如有个电影叫黑水 是吧 追击黑水真相的一个电影 那这个电影是讲什么呢 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的时候 杜邦这个公司呢 这个公司呢 他呢 开发的一种东西叫C8 就是铁肤龙 就是我们那个锅的那个不沾不沾不沾锅 那个涂层那样的东西 但开发这个东西呢 他有很多的这个危险化学品 有很多污染 对吧 这些污染呢 说白了呢 就直接堆在当地了 就把当地污染了 就是当地很多人都得癌了 然后很多人就去世了 或者怎么样 然后这个这个人呢 因为呢 去世的人是他老乡 所以说呢 后来呢 慢慢的就让他感动了 最开始他不愿意接这个案子 因为他 因为他 他本来就是给杜邦公司辩护的律师 后来他变成了告杜邦公司的律师 最开始他不愿意去接这个案子 然后后面呢 就被他的老乡呢 打动了 然后呢 于是呢 就回来接了这个案子 然后就去告杜邦公司 是吧 最后呢 他呢 在很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 过的其实挺惨 为什么呢 你这个这个taft这个律师所就是他就用来给这个这些化学公司做庇护的 是吧 做做这个做这个申辩的 对吧 就是就是 他们其实说完了 他们都是化学公司 就什么杜邦公司的这样的律师事务所 那你把你自己的老冬家给你给干掉了 对吧 那谁还愿意去找你呢 对吧 所以他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都限于到一种快失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美国很多电影呢 拍的是很真实的 很多电影 比如什么萨利机场之类的 到后面呢 他这个美国这个这个扛空委员会呢 就就是这个电影可能就前20分钟是讲了萨利机场 怎么去把这个飞机降到水面上这麽事 后面呢 就一直在讲 这美国各种各样的这个联邦机构调查这个这个机长是不是有这个啊 调查一个什么国家英雄是不是有这个失职这样一个事 这个事呢 也好也不好 好呢 就是说他是程序正义 程序一定要正义 不正义的话呢 你连程序正义都不正义 那你还有什么正义呢 对吧 那那坏说的就是说啊 有些人呢 他真的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的 精神上的压力 比如他就受到精神上的压力 他去那个自己的小镇上去吃个饭 对吧 那人家都不待见他 为什么呢 因为就觉得他把这个小镇的什么旅游啊 风水都破坏掉了 真的这大家都是有同样的感觉 在美国做一些工艺呢 其实是不好做 这还有一个事 就加州那边有电厂 对吧 这个电厂呢 排上了很多污水 那个污水就把当地的这个这个田呢 都污染了 那污染了之后呢 就有一些有一些金属吧 或者怎么样 污染了 然后有个有一个律师呢 就去跟他们打官司 对吧 然后最后呢 胜诉了 那胜诉了以后怎么办呢 胜诉了以后呢 公司要赔吧 现在美国公司他都是以现金流为这个方式去运行的 对吧 他都是现金流 他这个公司呢 一旦他发现行情不对 把现金都往别的地方一转 所以这公司的最后呢 只有债务 他什么都没有 那最后就破产清算吧 破产清算以后 他妈的连破产清算有发现他还亏着30万 这50万 是吧 这钱都没的地方 没没地方补 对吧 那你说美国的很多公司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那怎么办呢 很就很就很糟糕 那这个公司最后这个事也是这样的 最后杜邦公司赔了7个亿 达成了一个最后的和解 你要知道杜邦公司一天的利润就有7个亿 那这7个亿说白了 根本就不算他们任何问题 就是他一天的利润而已 他把一天的利润拿出来赔了一下 是吧 这个里面还讲的杜邦公司干了很多缺德事 拿当地的这个民众的做实验 拿自己的自己的工人做实验 当年干的这件事 如果你感兴趣的 你可以去看看黑水风暴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你们讲的很清楚了 这个电影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电影 对吧 你看看觉得这个公司真可气 没办法 但现在这个社会它就是这个样子 你想去维护一些社会公益呢 它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好 那这个视频也就讲到这里了 今天就给大家讲讲 说你到了美国之后 有的时候你可能来之前是非常极端的 但是你到了美国之后 你就应该降低降低一下你身体上这个极端的想法 是吧 有些想法太过于极端 它对你个人发展也不太利 对吧 说我们说的公寓这个亏钱这个事 你要跟他真打官司 也许能赢 但是你浪费了很多自己的时间 有的时候 社会公益还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自己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有益的事情呢 你要去选择一下 你去看看你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方向 好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